大年初一同一天 家家乎乎过新年 家人来 醒来了 醒来了 这样 因为我记得你看对联嘛 所以是左边右边 还有一个横幅嘛 他就 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这样子的卡通 小时候 他就是会有一个刚好在门上面 就是一样这样子红色的 所以在过年的时候 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更加的可以过得更有意义 大年初一 今天新年快乐 祝大家 大年初一同一天 家家乎乎过新年 大家新年蒙福 新年蒙福 Jarrett 新年蒙福 新年蒙福 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 我觉得其实 今天是大年初一嘛 那我相信大家其实也是忙着各种的拜年 还是就是要去过年啊 我们叫做 这样其实你会期待过年的吗 哎呦 我从小就很期待过年 因为小时候 那个过年呢 又有东西吃 又不用读书 不用做功课 整天在待在家里面 不是整天啦 就是常常待在家里面 然后就是在家里面摆烂这样 太好了 哦 又可以睡到比较 对 那种睡觉哦 睡到我们家 因为第一天大年初一嘛 所以大年初一不可以骂的 所以以前呢 以前 现在也没有骂骂的 所以就那时候我很好 你睡到吃吃 家里人来 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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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新开始那种感觉 再加上又到处都是红红 然后很鲜艳的颜色 就你一起床看到那颜色 你就觉得很开心 不过讲到刚才你讲的过年 就去到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 其实我们是基督徒嘛 这样我们其实是可以过年的吗 还是过年其实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 意味着什么东西 好 华人应不应该过年 尤其是基督徒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个过年 跟这个宗教有 有一定会联系在一起 其实不是 因为当我在查考的时候 我发现到很久很久很久 三千多年前 就已经华人有过年的习俗了 可是你要知道那时候 华人的所谓的那些所谓的宗教 是可能就两千多年前才开始的这样 或者是应该说当时候他们过年 他们就称之为叫元旦 有听过这些所谓的那个 对联还是华会说 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 一元 这个元就是开始的时候 然后这个旦就是所谓的早上的意思 所以元旦就是第一天的早晨 然后这个甲骨文当中 这个年这个字有所谓的骨会成熟的形象 可是当然后来大家为了可能让小孩子有一些东西可以跟住 所以就可能到 因为这个年寿这个故事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是就开始慢慢流传 所以可是你要记得 当他们流传这个年寿 然后又有那个贴对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不就跟圣经那时候他们出埃及记长得很像吗 对 因为我记得你看对联嘛 所以是左边 右边 还有一个横幅 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这样子的卡通 小时候 它就是会有一个刚好在门上面 就是一样这样子的红色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华人过年呢 跟当时候的犹太人过逾越节呢 是很相似的 会不会有可能是当时候可能因为巴别塔过后 然后很多人迁离嘛 大家都四处乱走 然后会不会有很可能一组人 他们带着一个那时候犹太人的那种的习俗过去 然后过后因为他们已经在那边了 然后呢 所以当时候出埃及记的时候呢 也有一组人呢 他们离开 他们走啊 或联络啊什么之类的 当然当时候 当时候是没有E-mail 没有什么 可是人都会迁移的嘛 对 所以当他们在迁移的时候 你到迁移到一个地方 你最想要做什么事情 把自己的文化这样带出来 对 所以他们迁移然后呢 你会可能要联系以前的人 然后你就连 去到那边就发现 原来这些人也是当时候的一个同乡之类的 当然没有人去 没有办法真正 因为发生这么多年了 对 可是我们不难发现的 不过或者是我们应该说 我应该说就是很容易看到 就是他的一些的很相似的地方 那个年兽不就好像那个 击杀那个 这个埃及的头生的那个死亡的灵吗 对 所以就很像 大家就赶快锁起门来 有那个动物的血 然后呢在家里面 可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是在家里面 就是吵得越大声越好 可是当时候每个人怕嘛 所以每个人就安静锁着门 这边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我不能够说完全是一样 可是它有相似的地方 确实啦 我也是觉得 其实听起来可能是 我们也没有说它一定是一样的还是什么 就是觉得 其实确实是一个很相似的东西 对对对对 然后为什么我觉得说我们华人过年呢 更加 身为基督徒更加有意义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能够回想起 过去一年神所做的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忙 对 尤其是可能圣诞节什么 就算是1月1号过年 那时候大家都忙着做东西 对对对 可是到过年的时候 大家百业都停止了 对对 大部分的 就算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星山这个地方 虽然有很多种种族 可是很奇怪的 就是当时候大家都休业 就不做生意 可能有一些吃的地方还是有 所以大部分的人他们就休息 不用做东西 然后可能甚至有些公司 年二九 就是过年的前两天 他们就已经休业了 大家就回家放工 或者甚至有些人是前几天 他们就拿假期就回家 就准备过年 所以过年那个时候 就是完全不用去想 不用去担心 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地 回想起神的美好 所以在过年的时候 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更加地 可以过得更有意义 把所有的那些华人的习俗 全部丢掉 对 对啊 然后我们身为基督徒 这样我们要做吗 就什么都不用了 可是我们开始用这些华人的其他的习俗 跟住一起的时候 不管是过年 甚至是端午节 什么 中秋节 我们是可以趁机会 能够跟大家 更加地好的连结 可是那个不要长太远 我就讲回去 我们华人过年 我就觉得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当时候很多的犹太人 他们在过那个逾越的时候 他们是要禁思 他们不是禁思 就是说他们要梦想 他们要做准备 然后他们要洁净自己 然后他们就会回想起 然后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就会来诉说神的美好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这样 过年的时候 就是不需要去想要谈些什么 特别的话题 或者是那种所谓的 那个叫什么Gossip 就是我们就要聊一些 有的没的八卦 不用去八卦 可是我们可以谈什么 我们可以谈神的美 确实就好像文贵刚才讲的一样 就是新年 新年这个东西 当我们在真正去休息 或者是放假的时候 确实我们可能会有很多 很空闲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是 让我们来利用 来去跟家里人一起去 陪伴家里人 可能一年之内也就只有那段时间 有空去陪家里人 这样我们就好好地陪家里人 同时我觉得 过年真正的意义 也是让我们停一停 想一想 今年耶稣 祂给了我们多少的恩典 我们去慢慢地数算 祂给我们的这一些祝福 我相信大家 现在也是要准备去拜年了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地跟大家讲拜拜 还没有拜拜之前 我们再来跟他们讲一些祝福的话 祝福的话 来讲16个字 没有了 太多了 16个字 让我想一下 好 所以愿大家在这新的一年里面 能够更多地经历神奇妙的周围 会在你生命里面 那我在这里呢 也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 能好好地去数算上帝的恩典 然后更加爱神 又在上帝的平安祝福你们 再见 拜拜 拜拜 Jerat 新年孟夫 新年孟夫 我叫Jerat 我叫Jerat 这话语名叫文慧 文慧 我叫 上康 大家去过年 我们下一 明天再谈 没有明年再谈 不是 OK 好